北斗肉丸的特色呢 是它个头比较小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一碗是两颗 那两颗的话就40块 基本上这样一碗 在还没做手术之前的话 我大概一个人要干掉4碗 然后这个豆腐贡丸汤 清清爽爽的很简单 以前一碗才15块而已 那现在当然物价比较高 所以这一碗现在是20块 但我想在台北20块是只有清汤而已吧 在中南部很多地方 还找得到这种很便宜的价钱 60块一个人绝对就吃得很饱 它里面就是会有猪肉丁 筍丁 它的酱酥是无敌 是非常浓稠的这种 它的皮就是炸起来以后会有点脆脆的 那个口感跟它里面的没有炸的部分 软软的其实会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口感会更多层次 为什么每一种肉丸会有脂 早期这边的人都是做农的 他们吃东西的份量一定要够饱足 那你看肉丸这样的食物 它是米制品然后下去炸以后 那它里面有笋丁 有猪肉 再加上它独特的酱料 其实这在夏天吃 你还是可以很轻易地 把一份吃完 如果今天给你一碗白米饭 你未必吃得下 可是它做成肉丸这样的食品 你就有那个溃烂 有饱足感 然后又重会久 因为早期物资没有这么多 你哪有办法说 随时补充能量 你在田里耶 所以你一餐就要吃得很饱 那肉丸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食物 它虽然简单 但是它所蕴含的美味 是你真的用心感受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在我们阿公阿嬷那个年代 他们怎么看待肉丸这个食品 那这个地方也因为 早期做肉丸很有名 所以就一直传承到现在 就会形成北斗肉丸 这么大的名声 说实话 这个不容易到 那台北吃不到 台北吃不到 台北吃不到 如果吃完肉丸 要回台北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买一点 名产给台北的好朋友呢 那我的选择就是 李老城 我最喜欢吃它这里的薄薄的肉籽 吃起来又香又脆 除了肉籽以外 它所有的产品我认为口味都很好 它的香气很夸张耶 你基本上站在门口 当它的门打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闻到 它猪肉的香气 肉干这种东西要好吃 就是真材实料 它都是遵循古法 手工制成 现在这样的店家越来越少 今天除了推荐给大家李老城以外 我们还要去直击它肉干 究竟为什么那么好吃的秘密 你有吃过刚烤出来的肉干吗 没有 今天拍摄影片 我也是第一次尝到 走拜 这是我们晒好的半成品肉干 那你看它 它是可以透光的 因为它有固定的厚度 太厚不好 太薄也不好吃 晒这个肉干就要一天 一天的日晒包括干燥 那第二个晒好这个肉干 还要近零下20度 低分发酵7到14片以后 它的口感才会比较好 阿板你好像说光晒的这个四季啊 就把它赔了几百万 因为这个瘦肉里面有8%的脂肪 可是晒太过整个油跑出来 它就油耗味 这块肉就挂了 这等待都是淘汰的 这不要了 这等待都不要 真的真的 这不是夸大 为什么它要淘汰掉 看起来好漂亮啊 它有的有油耗味 有的是有胶的 这些都是 别吃别吃别吃 那可以吃 你有淹地啊 喔 没有它没有吃到 没关系要吃这一边的 你看这肉干这么漂亮 这不行啊 这么稠 这么稠 这个这么稠不要了啦 喔这个温度夏天的时候不是 喔很热 我们冬天都是穿仔绣上班 对啊 我站在这里我已经觉得 对啊 其实很辛苦欸 很辛苦 这边是放生的肉干 那要依照它现在的火候大小 确定它排的密度 你排太密 它两边不会熟 你排太少它会整个烧焦 所以不只这些火要调 这边排的人也有关系 排的太密被你看到 会被你打走心吗 不会不会 我很爱它的 一直关心它 来 可以看得见吗 它的 类似透明的地方 那是油花 那因为它有一条一条的油花线 就像和牛的意思一样 那现在是一个最好入口的时候 那我们去吃一口试试看吧 嗯 这已经不烫了 刚烤出来的肉干 嗯 很厉害 好吃喔 你咬它的时候 它就有一点空气 瘦肉的地方会有空气 然后这个油花就 比较不会那么干涩 你知不知道这个 到嘴巴里面 猪肉的特别的香气跟油脂 在嘴巴里面散发 在你嘴巴里面跳舞的时候 而且你 满口焚香 好吃喔 快要上天堂 没有 那个已经凉了 我们应该吃再烫一点点 是完全凉了 那个油花很多 你看 烫烫烫 用卫生纸挡住 你看喔 因为完全两支有脆 但是在这个时候会有 軟跟脆 这个香气大概是我们 平常吃肉干的十倍 嗯 如果今天走出去的时候 已经吃了50片子鸡 真的 最近最新的记录是 彰化焦热道到苗栗焦热道 吃掉一包300克的肉干 一个人 你不要怀疑 我爸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它的肉干买回去以后 你打开一罐啤酒 两罐啤酒 三罐啤酒 然后放在桌上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晚上可以当领嘴 一个人就吃掉半包 到最后我是逼我自己 把那个密封条压起来 不让我自己再吃了 可以把电灯调按 放上你喜欢的电视 然后烤个几片 现烤 烤完就会变成这个味道 配上你爱的饮料 这是一个美女教我的 老板娘也是懂享受 你也是美女 过期的 不会不会 还在保鲜期啦 看起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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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保鲜了没有保鲜了 昨天有人讲 哎呦你女儿真是漂亮 真的吗 我等一下看一下 听说老板娘说有想退休 对不对 不是想退休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而且我们每一年维持的量 很有限 虽然疫情发生 都对安心说生意不好 真的 因为去年很严峻嘛 就没想到中秋节 在前一个礼拜我们就卖完了 后来我们的客人 过年的客人 因为中秋节也没买到 他竟然10月底就下订单 而且下了400盒的订单 我们整个都快傻眼 为什么 因为会严重影响到过年 那过年前10天 我们也断货了 那有客人就讲了一句话 非常生气 为什么过年前半个月 买不到肉干 袁孝姐买不到肉干 清明姐又买不到肉干 你到底做什么 228你做什么 没百个 李老陈是几乎必来的一家店 所以你过年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们家 排了好几十公尺 所以老板娘要控制量 因为她怕有些客人 在这么好的节日买不到 所以她只能一个礼拜卖两天 虽然我不是电子大厂 但我超派人生 想要跟你们联名 做一个李老陈 乘以超派人生的肉干 我定一千盒 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 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考虑 分个几年来弄好 啊分个几年 所以以后 你如果在超派商城 看到李老陈乘以超派人生的肉干 我告诉你 有多少 手刀下 阿姨你没有跟大家推荐你们李老陈 最著名的 以前最最开始是肉松 肉松 以前就卖一包一包 一块钱两块钱五块钱十块钱 那时候经济不好 大家都买很少 这个肉干就是送给医生的老师的 最佳伴手里 就跟等于跟富士苹果一属 那因为后来七十几年我们经济起飞以后 大家说吃零食大过于配饭 肉松跟香肠才慢慢退下来 他的家的东西 闭着眼睛随便买 每样都可以买 在马上 可不定 还不定 这位就ön了 这位呢 这位就算不算了 这位置 故障